主席各位同學,請教一下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您好,我今天在看我們台干斷交死磨的專案報告裡面 特別提到說,事件發生延期裡面的第二點,提到額外的財政請求 本年初以國家安全為有,向我提出既定計畫之外的財政請願 那我可以再了解一下說,到底這個所謂的國家安全為有到底是什麼理由 到底是什麼原因,那大概金額大概多少 我跟委員報告,其實大家都了解,因為您原來在府裡面的時候 2007年,那個時候,張運平、張司長,跟林俊一大使有特別到甘比亞去 所以你一定的五年的計畫,這個五年的計畫實際上是執行到去年底為止 從今年開始呢,是執行新的五年計畫 這個新的五年計畫都有一個相當的一個金額,我想您也了解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新的五年計畫是甘梅總統還有甘比亞政府 跟我們之間雙方面協議的一個結果 他提出來這個新的請求,事實上我們確實想了解 對方有沒有什麼計畫在推動的,那事實上對方並沒有給我們 任何比較明確的訊息,那因為有一個時間上面的考慮 因為他要求我們在三月底之前,就要能夠同意 那我們認為在時間上,我們作業上面有一些困難 那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額外的請求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用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在處理 所以為什麼我們針對這個議題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所以我們特別在,即使在甘梅總統宣布之後 我們也特別請石大使跟陶大使 堅塵趕到那邊去了解他實際的情形 所以這是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完全掌握這個所謂國家安全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聽你的這種講法大概就是說原來的新的一個合作計畫 也跟國家安全無色 對,其實裡面也有一些事實上包括一些軍事方面的 一些軍品、訓練、國際捐贈的砲艇等等事實上都有 我的意思說像這種邦交國,我們跟它之間的這種 不管是經貿合作啊,援助計畫啊 這個你本來,我們外交部本來就是有代列管 或國安會本來就是有代列管這些管控啊 那怎麼會說,即便說是因為這個理由好了 就說,簡單講我們現在把斷交的理由 就把它第一個就是說,它的形式風格 那第二個大概就是所謂的這個合作計畫的這個部分 那怎麼會這種合作計畫第一個管控 沒有做好事前的一個管控 我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的合作計畫 其實甘比亞真的執行率是幾乎是最高的 今年的計畫已經執行在90%以上 我的意思是說,相關的這種援助計畫的一個請求 那怎麼會從頭到尾都沒有訊息說這個甲梅總統 針對這個部分的一個意見 或者是說要求我們限期達部 我們前線的大使怎麼都搞不清楚呢 這怎麼有可能呢 對不對,他一定會講 外交的工作本來就這樣啊 他提出一些新請求或什麼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期限嘛 對不對,給你一個期限 你假如沒有完成,他要採取這些策略 那我已經講了,他新的期限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在三月底之前 在四月初之前要能夠給他一個 所以我意思是說你從三月到現在 怎麼都沒有任何訊息提到說 甲梅總統他們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怎麼有可能 沒有,後來事實上我們根據助管的電報 因為後來四月份之後 甲梅總統認為說針對他這個項額外的請求 他已經有獲得其他的裁員 所以他就不提了 所以事實上從五月份之後到現在 後來是沒有再提出來過 所以我們認為說也許甲梅總統已經沒有再 有這方面強烈的需求 因為所有的計劃都還是按照進度在進行 我剛才也跟委員報告,這是五年的計劃 也有一些調整 因為計劃都在進行 我的意思是說,假如是所謂的 這個額外的請員 這個部分,那照你的講法 現在聽起來好像也不是主要的一個理由 對不對 我們知道他可能心裡面不高興 我想他有所不滿 我們認定是這樣,因為看不出來其他的理由 這個我的了解 你這個大使 陳大使在那邊 你要跟甲梅總統通電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啊 對不對 哪好說在四月發生到現在 那我們外交部也不知道說前線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這個部長,我覺得我們這個大使要易處 這個要重懲處 我跟委員報告,其實甲梅九月份到聯合國大會還親自幫我們講話 十月份也派副總統到台灣來 所有的報告回來,所有的互動也都有 包括副總統,包括總統府的秘書長都有 你不要把現在你的講法 假如說九月又講話什麼又講話 你現在似乎就是把矛頭指向甲梅總統個人 那天斷交前一天晚上 我覺得這個決定我們覺得非常的突然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因素 所以我們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分析 部長,你在外交工作幹那麼久 這種沒有所謂的個人的一種好物行事風格 所有的國家在處理外交事務 都是現實主義者啊 我們也是這樣認為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五年計畫 其實對他很重要 而且他也了解說我們對他的重視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突然的情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啦 這件事情 你不要這個在剛剛你所陳述的這些 全部都是推脫支持 沒有推脫,我們也會做檢討 大使在前線作戰,對不對 所有的狀況,他就必須第一時間掌握 然後回報給國安會 或者是總統府 由總統或國安會來做判斷嘛 對不對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假如說我們的邦交 或者是說相關的這個情況的一個掌握 我們的大使館都必須很清楚啊 對,我跟委員長,因為你也了解 其實我們有燈號的設計嘛 顏色會每隔半個月一個月都會做相關的評估 我問一下陳大使,你最後跟甲梅總統通電話 見面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五月的時候 五月啊 五月 最後通電話 不是通電話,因為每一次都要安排請見 要求啊 因為他們的程序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最後是五月 禮賓官的程序 最後是五月啊 五月 五月啊 通電話呢 通電話 沒有用電話來 你告訴我,甲梅亞沒有電話 另外當然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公開場合 我們都見了很多次啊 包括他的生日,他的一些公眾他主持的會議 那個部長 來,請部長 部長你是要問題了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跟委報告 我真的是 這是小國家 陳大使跟我的報告是說 在六月之後 他跟甲梅各種場合的互動大概有十次 另外就是說他的聯絡的窗口是總統府的秘書長 還有這個內閣的秘書長 還有副總統跟外長 其實所有的高層互動都還是有 我時間到了 我只是簡單告訴部長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甲梅亞這種小國家 你說他五月正式去跟他見面談事情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我坦白講 你不要說什麼 我去帛琉 或者說我去其他國家 我人道 假如總統在 我們大使館要安排我見面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這國家不大啊 對不對 甲梅亞不是大國啊 過去 這個你也知道啊對不對 這些我們所有的中南美洲 或者是非洲有幫這些我們的大使 總統電話拿起來 假如總統在忙 那鈴鐺別論 總統可以接電話 大使都可以馬上接到電話 哪有說要斷交前夕的半年 我們的大使 沒有跟他正式去談相關的這個計畫 這很離譜的事情 部長 這有夠理譜 真的有夠理譜 我覺得坦白講 我們這個大使要查辦 這個我們會做相關的檢討 真的是丟臉丟光了 實在是 到現在講不出一個斷交的一個 比較正式的一個理由 就推給賈美總統他個人 吃虧虧換錢 我想全民也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認為 這個外交部這件事情 我要跟委員報告 實質的這個合作計畫 已經超過90% 高層的接觸也都有 你的結果是斷交嘛 這個結果是不幸的 你講的都如期如實的在執行 對不對 高層的交那更離譜 我也跟陳大使也請教過 他認為說在有一段時間 當賈美總統生病 有一段時間他出國 所以說有些他沒有一個特定的議題 可是跟總統府秘書長之間的互動 是非常的密切 我想這也是賈美一個 對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博作窗口 部長 大家都有接觸過外交的經驗 我們的大使要跟總統見面 你說半年才正式談到這些事情 真的是很離譜 坦白說你自己心裡有數 夠離譜 謝謝委員 謝謝陳其邁委員